歡迎收看新台派上線 今晚的節目沒有極限 經過整整一整天的搜救 昨天早上七點五十八分 發生的強症 其實陸續傷亡都統計出來 截止到錄影時間 目前有九位的死亡 受傷是一千零五十八人 受困是七百一十人 失聯是四十二人 當然我們現在全力為這個受傷 或是失聯的人來去做祈福 希望大家都能夠順利的脫救 可是問題是我們要問 到底我們的建築物安不安全 這個畫面最近在全台灣的新聞都看到 這個就是在花蓮的天王星大樓 天王星大樓的原貌是長這個樣子 可是經過地震之後 天王星大樓目前傾斜超過六十度 你沒有聽錯 一棟建築物的傾斜超過六十度 為了避免他直接倒灘 現在我們掉了大量的這種大型的硝波塊 擋在這個天王星大樓的底部 就是希望他不要真正的傾倒 去影響到其他民宅的安危 可是看完天王星大樓之後 竟然有結構 其實說竟然有驚人的巧合 大家還記得嗎 那個時候在二零一八年 花蓮依舊也有一棟大樓的傾倒 這棟大樓叫做雲翠大樓 這次的傾倒叫做天王星大樓 有沒有發現他們在傾倒之處 都剛好有一個玻璃帷幕的設計 這邊也有一個玻璃帷幕的設計 這樣的設計被結構其實稱之為叫做 軟腳蝦建築 兩個建築物驚人的相似 都是在玻璃帷幕的柱子傾倒 然後由此而變成另外一個公共安全的災難 所以我們今天節目來跟大家深度分析 什麼樣的建築結構是相對安全的 什麼樣的建築結構 大家要比較小心的 這是我們今天節目要跟大家分析的第一個點 另外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到底會不會有餘震 現在對於餘震這件事眾說紛紛 有的說會有餘震 但是不會有比這次更大的餘震 大概是五到六左右 可是有的專家說會有八級的餘震 這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傳出來這個地震已經牽動了什麼 中央山脈斷層 到底我們這個地震牽動了中央山脈斷層之後 會造成未來什麼樣的餘震影響 我們今天也特別請到專家來跟大家解說 可是我們常常在這個議題上 我們會問一件事 臺灣的韌性 昨天我們在我們節目上 其實有特別講說什麼 其實昨天確實因為大地人關係 有零零星星的停電 可是並沒有大規模的停電 原因是什麼 在過去幾年我們臺灣不斷在加強 我們整個臺灣的電網 尤其是儲電設施 所以讓我們這次臺灣挺過了這次的大地震 可是臺積電 全世界的外媒在昨天的第一時間 我們看到一大堆 包含彭博 包含CNBC 包含華爾街日霸 包含NCC 全部都在談一件事 臺積電挺不挺的過這一次的地震 為什麼 這個挺不挺的過 並不是說臺積電會因此而震倒 而是因為這個地震實在太大 臺積電會有多少的災損呢 可是沒想到短短十個小時 臺積電宣布 我恢復了七成的產能 而且宣布完之後 臺積電整個ADR開始 往上把整個市場對臺積電恢復的信心 所以究竟臺積電在地震災害學中 付出了多少努力 建立了多少SOP 晚一點節目也會來跟大家揭秘 這麼多精彩內容都會在今天節目跟大家討論 進入節目討論之前先來介紹今天來賓 第一位是民進黨立法委員王蒂宇 蒂宇委員你好 正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今天改頭銜 土木專家 土木博士王益川 益川博士你好 大家好 再來是資深媒體的王瑞德 瑞德大哥你好 大家好 再來是資深媒體的王石熙 石熙姐你好 大家好 再來是要特別介紹 中央大學地科系的教授 顏洪源 顏老師你好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要特別介紹 建築安全履歷協會的創會理事長 戴雲發 戴理事長你好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資深媒體的康文俊 仁俊哥你好 大家好 我們進入節目討論之前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都知道這個天王新大樓 是非常非常令人觸目驚心 他的傾斜角度目前是到達了這個 所謂的六十度 可是問題是有一個悲劇在裡面 讓大家都覺得非常非常難過 有一位老師 明明就已經逃出了天王新大樓 逃出去了十三分鐘之後 為了救他的貓 又折返回去這個天王新大樓 最後不幸命上在天王新大樓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相關的報導 圖木技師配合剪掉作業 搭著雲梯車對傾斜倒塌的天王新大樓 進行專心取樣 確認混凝土強度釐清為何會倒塌 做一些現場的專心取樣 求得它混凝土的一個強度 左段去保存它的一個鋼筋的一個完整性 做結構分區判定建築物的強度是如何 有沒有符合當年的法規 跟有沒有安徒事後 其實天王新大樓曾在2018年 花蓮0206強震後被貼上黃丹 判定是圍樓 當年黃丹內容曝光 被助欄寫著 外牆面損害可能影響範圍大於10% 只是針對外牆面外圍警戒 在磁磚修復後 110年左右接觸列管 但附近民眾質疑 當時狀況根本沒那麼輕微 第一次的時候他就已經寫了 統帥的時候 前面那個 最前面那個走到那個地層就已經下去了 我在這邊就已經31年了 別的原因是外牆脫落 當下 因為日本有 五目祭司的搜救人員來 他是告訴我說是OK的 還原天王新大樓倒塌前 一樓挑高格局 作為酒吧 店面用途 不過強震之後 這個挑高的一到二樓就全部被震垮 震東大樓幾乎是超過60度傾斜 而這次倒塌的廳王新大樓 和過去在地震中倒塌的台南圍貫大樓 花蓮 雲翠及統順飯店的共通店 就是三角窗 一樓挑高 兩柱少 單面齊樓 也都在斷腳樓下線 是不耐震的軟腳樓 在牆壁的強量比較少的情況之下 也容易受到大的地震的震動的情況之下 就會造成軟弱 軟腳樓在地震中損毀已經有多起例子 三十八年屋齡的天王新 上回被判斷井外牆受損 結構卻沒挺過 這次強震 阿川 你是土木專家 你是被我們忽略的土木專家 你其實是土木專業 你說 你今天看到這個天王新大樓 這個建築物 我們一般來講 什麼五度 十度 就是非常大的傾斜對不對 很少看到傾斜超過60度的 這個60度現在緊張到什麼程度 距離我們這個電視台的主播的家裡 只差一公分對不對 所以現在趕快拿這個所謂的削撥塊錢給他擋住 希望他不要真的垮下來 你說這個東西也只是治標不治本 這建築物基本上是一個三角形的 就是說各位看到的這個正面 後面其實是這樣展開的 那他這一個建築 他這個建築 各位看他因為中間是帷幕 所以他的那兩根柱子 上面延伸下來的這個柱子 其實就在這兩個角落而已 這就整個都空著 這邊少一個柱子 因為他的設計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開始傾倒了以後 為什麼最後是用削撥塊 因為這裡沒辦法吐鋼糧 有一些我們在看那個救災的現場 為了防止倒塌 會去掉這個鋼糧把他撐住 一根一根把他撐住 可是因為這裡都薄雷 他撐不住 他只好用這些削撥塊 把漸測把它撞 那你說怎麼不要撐 為什麼另外一棟在北濱那一棟早餐店已經在拆了 因為這一棟有出人命 那出人命就要有檢察官 是 檢察官來的時候確定幾件事情 第一個這個原來的設計圖跟最後這個樣子有沒有一樣 第二個 撐得去撐住嗎 第三個 丁管家有沒有人把簡力牆給拆了 有人就會我們那個牆裡頭有一種叫簡力牆 把簡力牆就是說牆裡面有鋼筋粉泥土 因為要裝潢 對 整個牆掉 有人要出錢 地在撐著 這個隔間不好 拆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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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掉了簡力牆 比較空曠 對 那這個 而且這個一樓的店面為了好看 這邊 你看他這邊看起來是賣羊肉爐還是什麼的 不知道 如果有根柱子 以前是一個書局 對 那他就要空曠 那他有沒有給人家拆柱子 對 那地下室 他地下室是一個餐廳 那這餐廳為了要好看有沒有拆柱子 第二個 他這裡頭的鋼筋 這三十幾年了 這些都是鋼筋粉泥土 這不是鋼筋的 鋼筋粉泥土的配比跟原來的設計土 對 有一樣嗎 是 那就涉及到 土木技師 結構技師 土有亂學嗎 對 他們做創有亂做嗎 對 嚴守的時候 管政府亂嚴嗎 對 他們的人有亂丟東西嗎 是 就涉及到這一些課題 對 所以他現在呢 應該是這一兩天 整個檢查官進去 所以今天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已經進場 去鑽就對了 對 就鑽進去取樣出來 專心取樣 對 確定裡面的 是不是跟原來的設計是一樣 是 那這個建築物不是現在來出問題 是他五年前啊 就已經被開過這個黃丹了 對 大家再問喔 那個時候其實五年前 花蓮就有發生過地震 對 花蓮那時候發生地震的時候 就被列為黃丹圍樓啊 對 那為什麼當時被列為黃丹圍樓的時候 可怕的是什麼 他被解除管制了 他這樣 黃丹就是要順利 所以為建築 基本上列黃丹的時候 就開始扣了 說我們這間害人 那黃丹還有救 黃丹就是補牆 對 那縣政府也有給他們錢 因為當時有一個基金嘛 補了他們三百多萬 讓他們去做這個補牆 對 那他當時列了一些缺點 基本上都在講牆面 並沒有講到他的結構 對 就是說 你的拚怎麼樣 所以他花了一些改善之後 現在問題來了 現在的花蓮縣的建設處 把他解除了 花蓮縣的建設處 誰把他解除 為什麼解除 依什麼規定 把他解除了 當然應該都是有結構技師 或土部技師出來簽證 說解除了 這個簽證的人 你簽的是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檢察官接下來也會進來處理說 到底什麼人把這張黃丹說 他可以移除了 就是說已經回到一個正常的建築 當然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他去用移除了 黃丹移除 所以就有人去買了你知道嗎 對 有一個人二月才買 而且二月買一百多萬 因為他都小套房 這一棟在哪裡呢 這一棟就在東大門的旁邊 所以你要去花蓮 你只要去東大門 你一定會經過這裡 因為經過這一棟的右前方 就是東大門 所以每一個去花蓮的人 都曾經看過這一棟 可是你可能是晚上去的 你沒注意到他 那這一棟上面其實的使用是蠻複雜的 因為一棟差不多八戶 背後都是小套房 對 差不多九層 十層的特榜 就對了 所以他九層樓上面的八樓 從二樓開始到九樓 這整個台北都是特榜 是 所以他出入其實也算複雜 對 那一樓跟地下室是比較商業的使用 對 所以你說產權呢 產權也並不單純 是 產權應該很多人就對了 好 那這個人買的時候 他現在炒嘛 因為他貸款還算複雜 對 所以炒罵怎麼說 以前的貸款本來是房貸 對 這棟沒了對不對 小孩要算賺錢 小孩也把屋主賺錢 沒單保品 等一下 你說九二一乘九反送四七 我的房子被鎮掉 所以我沒有單保品 有的銀行直接把他房貸改成信貸 那我怎麼受得了 改成信貸 信貸利是很恐怖的 對 信貸以前九八十八都有 對 信貸利是很恐怖的 對 所以這個就政府要進場 是 所以為什麼現在有些什麼捐款 專戶什麼專戶 都要用來搜尋 因為這種也要接受幫忙 因為他第一黨造成的 也不是他信用不好 對 所以這種我們捐進來的專戶基金 是不是也可以用在這種 跟房貸有關的 譬如說政府出來擔保 不然要怎麼樣 他本來也不是故意不賺錢 那這裡頭當然 這一棟大樓的另外的故事 告訴我 這是一個老師 那這個來 因為這是上班時間 那這個老師他應該已經出門了 發現地盪 又回去 撿他裡面而已 還去 欸 這個房子去到這樣 對 他還跑進去 那沒辦法 因為他就是愛貓人士 他的娘子在裡面 其實我們的救難人員 也很可能 救難人員 要把這個老師 找出來的時候 救難人員從哪裡去 你知道嗎 從那個影像 救難人員在這裡 跑進去 他就從這個洞進去 然後開始去找 那裡的整間房子都玩的 隨時一個餘鎮 對 各位記者 這一個發生是不是七點二 對不對 後來是陸陸續續續 我們現在看到畫面 其實就是救難人員進去的畫面 欸 這是七點二對不對 後續是發生了幾次六點 對 你連續再大一點 再轉一下 欸這些人 他這邊也不知道 東南西北 對 因為裡面都沒電 也不知道東南西北 所以進去 其實這救難人員 也算是很認真 而且他們是很辛苦 那他們第一波進去 當然就是花蓮的 那後來他們就帶著這個 包括屏東的這樣 所以這幾年下來 我們這些特收隊 各縣市的特收隊 在消防署的領導之下 現在都做得非常的純熟 是 那當時這個進場的時候 這種特收隊 都有祭司 對 他們有配土木祭司 他們有配土木祭司 跟結構祭司 因為他們去的時候先看 哪裡可以進去 哪裡出來是安全的 哪裡千萬不要去 不然你亂槍 你整軍的消防 他們知道這棟可以進去 所以現在這種特收隊 國家的特收隊 都配土木 結構大地的祭司 看狀況就要跟著一起去 然後做判斷 給他們安全的環境 是非常謝謝阿川分析 我現在想請問代理市長 因為狀況是這樣 對於我們來說 這一棟天王新大樓 真的太令人震撼 就是我們一般看房子斜 5度10度怕死人 斜60度 斜60度 真的是從來沒看過這件事 他說錯了 之前就看過 網路上也有相關的結構祭司 把這個東西跟大家對比 這是2018年的雲翠大樓 因為那時候花雷也發生了大地震 這是2024年的天王新大樓 觀眾朋友有沒有發現 這兩個驚人的相似 就是都是大角度的傾斜 第二件事傾斜的地方 剛好都在他這個玻璃帷幕之處 有沒有 都是玻璃帷幕之處 都是其結構最脆弱之處 所以理市長你說 這東西就在你們業界俗稱的 叫做軟腳蝦建築 就是這個地方結構上有先天上 需要令人擔心的部分嗎 我想說我們台灣的建築規劃設計 基本上都喜歡說一樓挑高 做門廳 做大廳 做店面 做公設 所以說我們台灣的建築 的統一的特色 你看這畫面 上面是不是變得好像是一個鋼棒一樣 對 下面就是軟腳這樣 對 油這樣油 這條都倒不掉就斷了 對 所以這叫做軟腳 那這兩棟建築的特色是什麼 他除了軟腳油之外 而且他是老舊建築 當時的施工品質不好之外 對 這都是共同的宿命之外 他最主要的是說 他是街屋轉角的建築 街屋轉角的建築 就在這邊 對對對 你看那個 這個是圓壺嘛 圓壺的部分 剛剛我們那個王博士講的 王博士 有特別提到說 你看圓的地方 會比較沒條 對 這邊沒有 而且第一沒條 第二又突出去那麼大塊 對 重量又壓在那裡 旁邊又只有兩根柱子 很單薄的垮在那邊 他後面很寬大 對 後座很穩 因為他是個三角形的 對 後座 頂點沒有支力 對 頂條又軟 重量又壓他 後面又寬又大 又很多R7牆 所以地震來一搖一扭轉 當然你這兩根受不了 一定往前跪 對 所以基本上我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我有把九月地震 臺南花蓮地震的倒塌的建築 我都拿來研究 我出了三本書 是 街屋轉角是倒塌第一名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說這種街屋轉角 轉角 倒塌第一名 對對對 可是我們平常做生意 最喜歡租這種三角店 這個叫沙卡桑 沙卡桑 你看喔 像這個是圓壺的對不對 剛剛我們那個雲吹大樓 他是兩側 他那個中間那個玻璃 所以他旁裡面的梁也是要有做 要嘛做圓壺沒有利用 要嘛做直的 接到柱子的時候也是斜接 也很難施工 他的品質也不容易做到 所以是相對風險都很高 那我想問 問理事長 那我們現在講 很多人在電視界裡面 看到很緊張 他可能就住在類似這種 就是三角形的建築物裡面 他馬上衝下去看 發現那個轉角也沒有柱子 他可能就是發現他們家轉角 這邊也沒有柱子 那請問 好 我們今天發現一模一樣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辦 賣房子還是怎樣 其實我會建議說 像經過這一次的地震 算是中大型一點點的地震 對 還沒有得到 還沒有達到設計地震力的規模的地震 假如這種地震發生的時候 假如你家的像這種結構系統特別差的 比如像這一種的 或者是九月地震之前的結構系統 是大L大T L跟T也是高危險群 因為之前台南大地震的時候 就是H型的 大U U型的 接縫處也是很危險的 所以說像這一類的就是早期九月地震 之前設計的這一類建築物 他的形狀又特別不好的 他風險值又特別高 大家可能就要特別注意 那假如像經過這一次地震 你家的大柱大梁或簡力牆 有新增的四十五度裂縫 我都建議要去找專業的機制做鑑定 是 看看是不是有可以適度的補強 為什麼 因為別人家的大樓都沒事 你家的大樓結構體 就已經開始有裂 代表你家的體質特別差 所以特別差 他已經在跟你預警跟求救了 所以你要幫他 免得的話下次更大的地震 他可能就像圍觀大樓倒塌 或者像我們這一次的天王新大樓 之前是黃丹 黃丹可能認為說 主體結構還在範圍內 城牆壁裂得很嚴重 或者是主體結構的裂縫 還不是太大 所以修復就好了 可是事實上還不夠嘛 所以地震大一點 他就應聲倒塌 好 非常謝謝理事長 今天我想問這個定余違約 圍觀大樓就在你的選項 我告訴你 我先問你 這棟叫天王新嘛 另外叫雲翠 另外一棟叫雲翠嘛 你忘記露一張了 你知道圍觀大樓長怎樣嗎 就是H型的 不是 他也是一個圓圓外面有一個 也是個圓圓外面一樣的 圍觀就在我以前 永康服務處的隔壁 所以幾年前台南大地震 就是在過年的時候大地震 賴清德那時候是台南市市長 在那邊連續在那邊 整個過年都在那邊 我是那個選區的立委 我第一個到現場 賴市長 當時賴市長 第二個到 我們兩個是最早建立指揮中心 直接徵用民宅 那我剛才聽到你講這兩棟 我就毛骨聳來你知道嗎 因為圍觀大樓的三角窗 對對對 也是幾乎一樣 然後他又是U型 然後他一樓是做某個電子商城 是 那我今天在談這個事情 二零一六年的零二零六 他是凌晨三點三點四十七 對 隔天是除夕 對 那一晚是李高梅 然後呢我們也是說 不信 但是發生在三點四十七分 如果他發生在天亮 外面那個永大路車輛之多 對 都是塞車的地方 他整棟趴得很躺在路中間 他那個重量砸斷了 當時永大路一個大水管 讓台南地區大停水 停到過年都沒有水用 是 然後我們一百一十四加一 最後一個女孩 有人把他叫做野國女孩 因為他是我們大灣的一個鄰居家裡的一個女性 一個小姐 是 那他其實都喜歡住在那個棋樓 對 他都會到附近昆山國小 對面去買野果綠 是 可是那天就找不到他 對 我們到整棟樓拆完了 一百一十四位找到了 還找不到他 是 那後來是在地底下的結構 房子跟路的那個中間的縫隙 一拉開來看 有一台機車蓋著他的身體 所以一百一十五位 所以你就知道 那個砸下去的力量是很重的 然後他倒的位置 是整個往路面上面倒 就是我剛才講的 那三角穿的方向 你剛才講九位過世 現在最新的地方 我們在錄影的當下 四點二十九分 在太魯閣的小追路步道區 有一位大體剛脫困 所以現在是十位不幸罹難 是 我們希望其餘的傷者 可以早日 早日恢復健康 對 然後還沒有被發現 希望一些平安 希望一些平安 只是基地台斷訓而已 對 那我們在零二零六 台南大地震 學到了一些經驗 作為今天討論是非常好的 是 我們台灣是任性 兼任的任 任性之老 任性之老的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的經驗 是來自於災難 對 從災難中學習 第一個 當時我要特別謝謝土木祭司公會 我們在微貫金融大樓倒下去的時候 我們在開始搶救 你知道如果搶救這樣 啪啊這樣弄啊 你後來根本沒辦法找 沒辦法去確認 當時有沒有偷工減料 對 可是微貫金融大樓 是把當時的建商 當時的建築師 當時的土木 那個營造廠的土木祭司 是移送法辦查封財產 根據什麼 當時一面搶救 然後鑽進去洞裡面要搶救 然後每一個拆解下來 拆開來 剪開來的地方 由土木祭司公會 搭配台南地檢署檢察官 分區取樣 糧要取樣 結構要取樣 牆要取樣 不影響搶救的速度 但是每一個區塊 把它取樣下來 因為結構祭司知道要看哪一塊 才知道有沒有偷工 有沒有檢料 然後再根據鄰居的口述 或者生活的照片 去看看原來的設計圖 跟蓋好的 有沒有樑跟柱被拆掉 對 牆壁被拆掉 對 我相信現在花蓮地檢署檢察官 今天他已經到了 對 尤其賴清德第一時間去勘災 他是當時的市長 他知道這個事情 對 所以取樣後來去比對什麼 第一個 比對原始的圖 你知道原始申請建造的圖 會告訴你 那個鋼筋要用幾分的 工法會寫 會在裡面 鋼筋要怎麼鋼 工法 還有那個鋼筋 混凝土有磅數的 混凝土的磅數要用多少磅的 都會在那個圖裡面 後來一比照才發現 台南的維冠金龍大樓 他的鋼筋用的材料 比他原來申請建造核准的分數不對 尖三分 然後呢 混凝土的磅數不夠 而且依照當時也是一個老的三四十年建築物 當時你申請的建築照的時候 你的鋼筋枯金要轉過來枯住 沒有這樣做 所以你有減料 又有偷工 你這兩個就給移送法辦了 財產就查扣起來了 扣起來了 所以現在在南天新這個大樓 他當時的圖 他所要用的材料 鋼筋混凝土 磅數 還有他的工法 都必須在這個搜救 你不是為了搜救整個拆到整個粉碎掉了 一切怪天災 有時候天地無情 我們接受 但如果有偷工減料的地方 也應該把受損的人 替他討一點公道 天災還是人禍 要搞清楚 所以這是第一段 可是南天新多了第二段 他在上一次 因為台南的0206的 好像隔兩年吧 就換花蓮0206 這個 這個黃丹 天王星那時候拿到這個黃丹 這個黃丹 你說一旦列管 要解除 其實不是這麼容易的 我當時台南0206的重災區 都在我的選區 我們總共不信離年 有一百一十七位 當時就勞煩 我們地方政府的公務局 受過訓練的人員 加上土木技師 建築師 分組 趕快去看 第一階段叫墓室 對 我眼睛一看 這個房子就不行了 紅丹貼 紅丹代表必須拆除重建 馬上拆 人要撤出 對 第二種 墓室傾斜 他有什麼 兩個 一個柄 我們就不進到那個細節 他就會貼紅丹 所以那個叫黃標 對 一旦貼紅丹 這個房子也不能住 黃丹 對 貼上黃色的通知書 這個房子 雖然沒有到結構受損 對 但是他必須改善補牆後 才可供居住 所以他是不能住的 人要撤出 我們就會有編 那個租屋補償 讓他去住外面 那個租金 我們補助你半年一年 為什麼半年一年呢 要進入第二階段 紅丹跟黃丹要進入第二階段 沒問題的叫綠丹 對 那第二階段的話 就請土木技師 花公家的錢 花散款 去做細部評估說 這一棟李政浩這個房子黃丹 你當主持人都單待一點好不好 好 我貼了黃丹 那他就要去評估 我要怎麼用什麼工法去補強他 用什麼結構 要加兩個Hbin H鋼良 或者補強的工 要用什麼樣的工 要用多少經費 做完了 才能去除黃丹 進到綠丹 才能買賣 才能居住 好了 這些費用 幾乎都是散款跟公家 散款是公款 是 民眾捐的散款不是私款 不要再有私人拿去做個人公關 散款就是公款 加上公家預算 所以從評估到修建 其實大量使用的是公款 也就是散款加公款 所以帝委員 你說其實有兩個人獲的可能 第一個是我蓋的時候 有沒有暗圖施工 最初始的結構 第二件事情是 因為當時其實四年 五年前的強制 已經有把它列為黃丹了 黃丹上面寫清清楚楚 外牆面是丙 丙就是嚴重的意思 他講得很清楚 外牆面損害可能會影響 一個範圍 而且要求這個範圍內的人 是禁止進入的 當時為什麼解除 你說如果完全按照SOP解除 那就算 可是如果解除過程中 有放水化 那可能是第二個人獲 我不假設有或沒有 你根據這個單子 我們這邊有專家在這裡 你知道有一個餅 一個餅喔 對 再加上兩個椅 其實是紅丹 一個餅兩個椅是紅丹 他有餅 我就插一下說 當時他為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居民 不喜歡黃丹紅丹 就像我剛才講到 你房子貼紅丹 你會跳一下 就沒了嘛 賣不掉 賣不掉 會貶值 而且你後續很麻煩 所以初期災難的時候 因為有補助款 黃丹 黃丹 可是後來發現不對 這貼的黃丹 我這房子沒有改善 我賣不掉 對 我不能換名字 所以會拜託啊 可能陳情 陳情 會找名義代表等等 那當時天王心 已經有一個餅了 他另外有沒有兩個椅 我不知道 讓理事長補充一下 就是說就您的專業 您看到這個外牆面餅 然後上面是嚴重 這一般屬於什麼樣的狀況 我想說外牆面餅 基本上他就表示說 他已經嚴重到可能會隨時會 你經過或各方面 他隨時會倒塌 傾倒或掉落 那其實我一直強調一個概念 就是說只要是一般中型的地震 別人家沒事 你家房子已經裂得很嚴重 或者是黃丹 代表說你家房非常不安全 不是說現在不安全 是下次大地震來 你家會非常危險 是 所以說這種建築 就應該要積極處理 我覺得這觀念是應該要有的 不是說他家補牆之後 他表示安全 我跟代理長也認識 發哥講的是兩件事情 第一個 我們當時微貫金融檢察官 為什麼敏感到要辦 對 附近的房子都沒倒 對啊 你倒啊 旁邊的房子都沒倒 為什麼倒你這一棟 對對對 你知道 微貫金融大樓 旁邊房子都沒有倒 旁邊房子也是我們三里一位 主播家裡的也沒倒 就把直刀你那一棟 對對對 那你心裡要想說 我是不是建築上 工跟料有問題 所以才會往那邊查 我們才有史以來第一次 邊救災 邊土木技師 邊收證 是因為這個原因 這棟有沒有這個情形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他因為經歷過黃丹 假設他是黃丹 縱使他就是黃丹 第二階段的評估報告 就要有一個報告 是經過土木技師 花公堂 算出來說 你要做哪些補牆 才能移除黃丹 那現在的結果論是 他黃丹移除了 那我們就回頭看 花了多少善款或者 款項去把它做補牆的作為 而這補牆作為 跟評估報告有沒有吻合 這都要吻合之後 如果倒了 那就是天地無情 遇到天災 如果移除黃丹 那個評估報告寫了什麼 你做了什麼 花了錢 他強調錢是公堂 你這個花的錢裡面 有沒有不符合地方 這是檢察官要查的第二段 對 非常謝謝定義委員 跟我們分析 天災是天災 人禍是人禍 我們不能把天災 來去引蓋人禍的部分 所以檢察官現在進場 當然要去查這件事喔 可是問題是我們接下來 很多朋友都在問 到底會不會有餘症嗎 對不對 昨天我們在這邊講 很多專家說可能會有八級的餘症 可是問題是我今天又特別查了嘛 比如說中正大學地科系的教授 溫老師他做什麼呢 會有餘症 不過可能只有五到六左右 但是呢 台大地質系的陳老師 又說什麼呢 可能會引發更大的地震 所以我看了非常多資料 現在說啊 這個地震可能已經觸到了中央山脈斷層 而這個中央山脈斷層 如果一旦被觸碰 未來可能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進一段廣告 回來繼續討論 歡迎回來新台派上線 新台派都給我上線 經過一整天的搶救 越來越多 當時地震的畫面出來了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相關的報導 行動方向頓時天遙地動 駕駛趕緊減速停下 但下一秒 梭花改的山壁上 出現細小落石 接著塵土飛揚 駕駛健壯 緊急倒車 前方藍色轎車也趕緊向後退 就幾秒鐘的時間 右側邊坡 突然下起大小落石雨 不斷滾下來 下一秒篩上滾下一顆體積堪比 汽車大小的巨石從天而降 藍色轎車車尾 當場被落石擊中 還被推撞上布欄 後方駕駛嚇得猛踩油門 加速倒車 行進間落石不斷 車子差點就被擊中 好在駕駛油門踩到底 驚險閃過 事發地點就在蘇花改的 中仁隧道出口往南 3號早上 華聯發生7點2強震 落石不斷 不到一分鐘的時間 駕駛腦袋卻閃過 人生跑馬燈 事後遭落石砸中的車輛駕駛 也在IG上報平安 表示自己人沒事 幸好有閃過天降巨石 不然壞的就不只是車了 網友也說 真是命大 車停得剛剛好 恰巧閃過打落石 我都不敢過去了 而另一名駕駛 同樣也在蘇花改現場 直接一看見前方有巨石砸落 嚇得他立刻掉頭 還自嘲沒有回花蓮的命 我嚇死了 強震引發花蓮山崩落石 讓路過車輛 令經生死一瞬間 好歹駕駛人反應迅速 驚險逃過一劫 我想問理事長 因為我們剛剛看那個畫面 其實有些人能夠逃過一劫 真的是運氣 這真的不是什麼人為的努力 可以讓你幹嘛幹嘛的 可是問題是理事長你說 因為我們剛剛一路走 會討論建築的工法 理事長你說 其實九二一地震之後 我們臺灣很多法規都改變了 我們對於建築的勾法 也在與時俱進 我想說建築安全是有兩件事 要同時做到 是哪兩件 一個是好的結構系統規劃設計 一個是精準確實的施工品質 只要這兩個都同時做到 做好 做滿 他就都安全 所以不管是RC SRC SC 他都可以安全 是 那我想其實可是呢 我們都知道設計要做到安全 現在電腦分析太厲害了 對 鳥巢都分析得出來 一定沒問題 重點是施工品質 缺工 鋼筋剪斷綁鐵線 其實我們看到九二一臺南花蓮 到G4地震 都是施工很難做到確實 所以造成倒塌 是 剛剛定宇兄講的 其實去檢驗的時候 你工地沒有做到的時候 防止倒塌 一去看說真的 一定有瑕疵 對 要嘛混凝土品質不夠好 鋼筋一定夠不好 一定就有責任 那我想其實我們台灣建築界 現在我們建築安全履歷在推動 就是說能不能把任何會裂 會漏水或地震台會爆掉的每個地方 都變成一根回紋針 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把建築每個地方 這個各式各樣的回紋針 他是一根一體成型 加工好之後 工地直接組裝積木 他就做到了 對 所以說像這樣做的房子 他防水連線都跳脫以前的一年兩年三年 直接變十幾年 一般剛剛講到的這些軟咖建築 對不對 對 你如何讓他地震怎麼搖 他都不要斷掉 不要軟咖 對 所以我們也是變成一體成型的概念之外 再加上小時候的木桶的圓形穩定的形狀 對 變成一個柱中柱的概念 是 他的抗震韌性也經過試驗多了將近一倍 是 所以等於說也是組裝積木就做到了 對 那SRC是等於是鋼骨在中間 外面鋼骨很難綁 對 那更難綁 也是把它變成一個回紋針有沒有 是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也是蠻特別的 他變成一個回紋針 他直接想要這個是鋼骨住在中間的時候 他直接打開來回紋針直接套就好了 所以說你有沒有發現以前建築業者蓋房子 擔心工人施工做不好 以後有責任 對 或者消費者買房子擔心說 建築公司會不會沒有做好 他會不會擔心安全 設計完之後施工你看 直接倒塌了 裡面一打開 全部都不符規定 對 那能不能做到說讓大家完全安心放心 其實我覺得說我們臺灣的建築安全 現在新的元素已經都做到了 市長 你現在講很多什麼回紋針 什麼先做好綁上去 我說外行人 我怎麼看得懂 我經過那個銷售跟我講 我們是多厲害 多厲害 多厲害 天花亂墜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是不是要有相關的認證 或是說讓我們的消費者說旁邊看 大概可以看得出個所以然來 也因為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建築安全履歷學 在推動一個觀念 就是說辦那個綁鋼金觀摩會 我們一樓鋼金 這個很簡單 因為這個就像積木 你每個人都可以進來綁鋼金 直接組裝就好了 所以說他的品質 就是讓你看得到摸得到的 所以說這個部分以業界來講 已經有開始量化了 是 所以說這個部分消費者不用擔心 為什麼 我們在推安全品質透明化 的意思就是說 以前傳統的鋼金綁雜 比較不敢給人家看 很難做到 那假如你用這種方式做 任何人來綁都做得到 是 所以說現在缺工的時候 甚至於外勞來綁也都做得到 所以我們辦觀摩會的目的就是說 讓消費者或者是一些政府長官 都進來板鋼金 讓大家看得到這個品質 剛才正好問了一個 其實大家很關心的問題 我現在買房子 我只知道漂亮 我只知道一瓶多少錢 一瓶多少公設比多少 他長得四四方方 感覺不錯 我怎麼知道他有脫工減料 基於信任原則 我們台灣的營造業有三級瓶堡 我們的營造廠要有一個主任結構技師 那都要簽證的 坦白講 有沒有營造廠去借牌 也有啊 我租你的牌 比方說宜川啊 他有這個牌 反正我們在接電視 沒有這支牌組啊 簽證 也有啊 蒙著演簽證 有啊 圍觀大樓導致說 我為了推這個法 你知道茶棍 你知道嗎 同一個張齁 在一天在台灣蓋二十幾顆張 你想要播 他到處借牌 我現在沒有了 不要再講我了 不是王毅聰 我們政府要做一件事情 每個張我就看你是不是真的 是 你的張如果給我 我告訴你 這個是永久責任 對 我永久追你隧道倒地 提高罰則 台灣人一輩子只能買一間房子 多數人一輩子只能買一間房子 那個房子是他養家活口 照顧孩子的地方 你讓他垮掉 你讓他打死人 對 如果是天災 沒屁股蹦蹦的 認了 如果是人禍 那如果是你偷空檢掉 怎麼可以有這個事情 昨天地震的時候 我第一時間是想 我剛買房子後被裂開 我想的第一件事情是這樣 你現在孤家寡人 你如果家裡有個孩子 有個老婆在那裡 你單身不一樣 所以我才講 我們的三級平保 各地縣市政府 我們的甲級營造場 以及營造場裡面的主任 結構技師 你要蓋那個張 那這些張 我們現在各地政府以前公務局 都還會看結構 對 現在幾乎都委外 可能委託 結構機制公務會 第三方去看 請確實要看 而在法律上 現在已經有判例了 你如果這個張 他怎麼會不會當 你就要負起責任 這個才是對消費者的保障 因為狀況是這樣子 其實昨天地震發生的 當下很多時候都是千軍一法 不要講說我們剛剛在新聞上 看到那個開車前面有落實的 觀眾朋友 你現在在看我們這個攝影棚 我們大家每一個人對不對 氣色都很好對不對 其實我們頭頂上都是一個一個的掉燈 那個掉燈 人群跟你說 你昨天看了非常非常多的畫面 所以你看其實一般電視台主播 像新聞的結束 有時候可能從六點鐘就開始就開了 結果你知道昨天的那個地震 不是發生在七點五十八分嗎 結果你知道嗎 告訴你 比如說像我們這個三立電視台 這個所謂的這個主播 真靈遠主播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他撥到一半搖成這樣 先講他沒有喝醉酒 因為他其實就是攝影師 就是那個攝影棚整個在搖了 而且我真的老實講 大家看到鏡頭上面兩個主播 我們現在其實 因為其實都同一個時間 很多主播都一樣都在這個崗位上 還有包含到什麼 攝影師也沒走 是 觸控的人也沒走 那你說沒什麼了不起 就不要走就不要走 你說可怕是頭上的燈 對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 因為現在攝影機沒辦法攝影機 這個你看 像這個 這是我們當時頭上的狀況 我跟你講只要一咬的時候 那個燈就開始晃 那每個都是寫第一支 而且燈一晃的時候 它掉下來的時候 你現在講的時候 我頭都在上面看我的燈了 而且我跟你講他一直要一晃的時候 燈光是一定會立刻注意為什麼 光會跑你知道嗎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這個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連國外媒體都特別關注到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講 其實這一次臺灣的這個地震來說 確實因為意外發生 總是來得太快太突然 不然怎麼會叫意料之外 可是有時候真的 有時候你說是命嗎 還是運還是怎麼樣 你真的很難講 比如說在這個畫面 花蓮松德段這個地方 其實被拍到有大規模的 這個所謂編波的土石滑落 就像畫面這樣 那是這個 是 那結果居然有人發現到說 遠方有個休旅車 有個衝 有個衝 衝出來 你知道嗎 當然其實在 因為我們現在是從遠距離 這個角度這樣看過去 覺得好像是在這個所謂的 一陣煙霧當中 等下人跟死神賽跑 我跟你講 他就講說天哪 他這個真的是千鈞一髮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這個 所謂的 看起來是很多的這個煙塵 對不對 你知道裡面有酒桌嗎 當然有啊 對啊 所以你想想看他居然這樣衝出來 可是我就講 其實我這兩天 遇到最多人問我的問題是什麼 你知道 如果你開車的時候 遇到這個狀況 你衝不衝 我怎麼知道啊 還有人再問一個問題 你要不要下車 剛剛往時期就在問啊 很多人都很好奇 所以我就是這個 衝也不是 不衝也不是 而且你知道嗎 其實這一件 這個其實是第二台車 現在MAKU的這一台車 他其實是屬於第二台 你看他一開始在開的時候 其實他前方有一台車先停住 對 在他的第二台車 就拍攝者的這個畫面的視角上 其實並不知道前面發生什麼事 你看石頭就把他前面那台車打下去 沒錯 所以你看前面那台車 就這樣 你看他的視角其實以拍攝者的視角 其實根本不知道前面幹嘛 可是第一台車有發現 所以第一台車立刻MAKU 對 第二台車看他MAKU 也趕快MAKU 對 就呈現這個狀態 第一台MAKU的被石頭砸到 對 第二台MAKU的沒有士氣 第二台MAKU還閃過石頭 你剛剛看到的是 如果他停在原地 他沒有在動的話 第二顆石頭就是砸他身上 這真的不是人力可以解決 你現在看到這個是第三台車拍的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他本來要往前走 看到前面有落石之後 立刻來一個U型大迴轉 對 他也不管有沒有違規或什麼 命比較重要你知道嗎 所以我剛剛就講說 在意外發生的時候 有一個東西其實人性 人性就很常被看見了 你知道就像這個 這個看護 這個看護 其實那個其實這個看護 到他的雇主家中 沒有 才來這個五個月左右而已 結果屋主是講說 他自己本身也在屋內 可是因為地震遙控很嚴重 第一時間去護老婆婆 他說等到地震 這個大的這個地震過了之後 他趕快去看他媽媽 就看到這個看護 抱在他們媽媽的這個身上 後來去調這個監視器畫面 那時候才發現到 因為地震剛發生的時候 他說他自己也想去看媽媽 可是因為太咬 他沒辦法走 後來才看到的是 你知道嗎 在咬的時候 媽媽也醒了 對 看護也醒了 對 媽媽本來是抓著床邊的那個護欄 你知道嗎 結果看護看到他抓住這個護欄之後 你看他起身 他沒有先跑 他幹嘛你知道 他去抱住他的媽媽 而且等於是用身體擋在他媽媽的身上 這是人性的光輝 你知道我其實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後來那個屋主講了一句話 他說我們要把他當家人 一輩子 要把他當家人 那還有一個其實在網路上 這討論度非常非常高 這是在一個那個月子中心 那你可以看到在地震發生的過程當中 你看一個一個護理師通通都衝進來 衝進來幹嘛 你知道他們抓住那個嬰兒床 對 為什麼 因為那個床那樣搖晃 我們連F16的軍機都有 都因為那個搖晃 都因為這樣撞到 他們居然想辦法護住那個床 為什麼 你今天把那個床聚集在一起的時候 裡面的小嬰兒 就不會因為晃晃晃晃動的時候去撞到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就講 其實你說像動人的這種事情 也有很多 但我先講一個 你看像這個 之前也有被討論 是 總統府 總統府上面人家質疑說什麼 怎麼那個那個 壁雷針掉下來 就不是 他以前是之前人家以為是國旗感 後來講說是壁雷針 那你會覺得為什麼從感人要跳到總統府 因為接下來這個是一個大轉折 你該不會要講柯文哲吧 就是要講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在網路上的討論 也非常非常大 你知道嗎 事實上在那個地震發生的當下 柯文哲正在舉行成為 我跟你講真的好險 我地震第一時間後來想說 柯文哲到底有沒有在開會 他不是七點三十分要集合嗎 就是他真的有開會 他有身體力型 但你現在畫面看到是李鼎立拍的 為什麼 他們本來在開會的過程當中 那個燈具咬成這樣 柯文哲第一時間跟我躲到桌子下 拿麥克風 我跟你講 其實大家那時候並不知道是誰 你知道嗎 因為在場所有人看起來都沒有人動 只有柯文哲很快的 但是柯文哲是對的 他是對的 他是對的 我們沒有要笑他意思 沒錯 那他的動作其實姿勢是對 但我也好奇為什麼他不叫其他人 趕快也躲到桌子下 怎麼只顧著自己一個人躲進去 重點是因為李鼎立後來呢 在這個把這個影片剪出來之後 他刷了一段話 他說主席很好 請放心 是 還有麥克風可以隨時下指令 他還抓著麥克風下去 因為這個時候大家才進去看說 等一下柯文哲麥克風 原來他這樣子趴著的時候 手上還抓著麥克風 可是因為他頭都滴滴的 他也看不到外面 如果要下指令 應該先叫這邊賽場的人 應該要下大家一起躲起來 所以好 柯文哲 柯文哲也緊張 不怪他 是是是是 所以我們就講 其實我剛剛一開始提到說 有些人在工作崗位上面 遇到地震的時候 沒有辦法離開 有些人就是必須要把這個工作執行完 好 再來看一下 在立法院 因為其實在昨天一整天的時候 一直都有餘症 而且這個餘症 其實有的窯得很大 有的就是小小窯 你看到這個畫面 立法院當時也要舉行一個公天會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人是誰 吳石窯 吳石窯 他一開始其實是故作鎮定 對不對 因為不知道 真的受不了 他以為一下子就過去 對 而且我講實話 因為經過早上七點五十八分 那個搖晃 你只要稍微搖力大力一點 大家都會害怕 所以這個當然是屬於地震上面的花絮 不過講到這邊還是希望 因為到目前為止還有很多 有一些這個民眾 受困在這個地方 那現在相關單位也努力的想要趕快把他們講 這個搶救出來 成都剛剛主持人說希望大家都能夠平安 是 我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夠平安 也為大家來祈福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在這個時候 尤其在搶救的時候最怕什麼 餘症 大家一直在討論到底會不會有餘症 比如說中正大學地科系的溫老師就說了 可能會有餘症 但是規模五到六左右 但是台大地質系的陳老師說 可能會引發更大的地震 到底會不會有餘症呢 我們進一段廣告回來 繼續討論這個話題 歡迎回來 新台派上線 因為狀況是想地震完之後 就非常非常多 學者專家都進入到分析 譬如說好了 現在有說了 日本氣象聽說 這一次地震是在板塊擠壓地區 發生的逆斷層地震 而且這個逆斷層地震是什麼呢 根據研究指出 我們這個地區未來可能會發生規模八等級的巨大地震 哇 看到這新聞我真的頭都昏了 可是重點是又有老師說 這個地震的情形觸發到什麼 中央山脈斷層 一下子亞非斷層 什麼歐歐亞非斷層 什麼的 我搞得頭都昏了 所以我想請問老師 到底 我們現在有的人說 會有餘震五到六左右 有人說可能會有更大地震 甚至日本氣象聽說 可能會有八等級的地震 到底會不會有餘震 這樣子 我想我用一系列的圖片 來編說明 回答主持人的一些問題 我們現在先看這張圖好了 這張圖我就標兩個地震 一個是主震規模七點二的 那麼主震在發生大概十五點五公里 的深度 他震了以後 花蓮本來就是比較破碎 所以他就在 剛剛講的大概八點十一分 其實剛剛這兩個時間 就是康老師的那個新聞 第一次的時候房子倒了 請邪 他為了要去救寵物 他回去的時候又遇到餘震 八點十一分就餘震 其實我希望在這樣子的一個 不幸的事件裡面 我們得到很大的一個教訓 希望他是最後一位 為什麼呢 因為在土耳其的地震 其實那天晚上地震之後 並沒有那麼大的傷亡 是第二天的地震讓很多房子倒 然後造成嚴重的傷亡 這個告訴我們說 其實房子當有軍列 或者傾斜的時候 一定要請結構技師或土木技師等等 鑑定以後 如剛剛講的貼紅色的 你就不能進去 貼黃色的 可是剛剛講說那會不會餘震那麼多 其實花蓮跟台南非常不一樣 我想我們這個立委在這邊 花蓮的想救 我昨天在新聞當中 我就說我們的消防人員真的非常偉大 因為花蓮他的這個餘震是一直來 對 你說第一時間他們走進去是拿命在拚的 是 因為花蓮的地形比較破碎 對 他的餘震會非常非常多 對 就像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我也提醒 其實這些消防員 真的我們要對他非常的表達敬意 原因在哪裡 因為你只要一震動的時候 其實他們原來的通道啊 挖進去的洞會被堵住 會被堵住 或者是說他原來支撤會倒掉 對 那這個時候對他們來講是很危險的 拿命在拚 是 所以我說這個如果說啦 這種希望康老師這事件 是最後一位 最後一件 最後一個 好 那麼這是我們剛剛講說花蓮 其實花蓮非常的破碎 所以餘震非常的多 是 好 那麼第二章我們來看 這個是中央信用局 還有這個台灣地震科研究所所看到的 對 這個地震發生是發生在花蓮這裡 可是各位可以看到為什麼一些災情 就是在花蓮 還有在這個太魯閣 甚至清水隧道 之後呢 他把這個紅色的部分 就到了桃園跟新竹 還有這個彰化跟雨林這一帶 是 為什麼那個剛剛講的 湖尾的堂場 岩重會倒塌 對 其實我們整個台灣 剛剛有人講說中央山脈斷層 或者是什麼 其實 從台東到花蓮 一直到海恩山脈 一直到所謂的琉球島湖 琉球海溝 對 事實上是一連串 是 沒有說你今天怎麼樣 今天怎麼樣 都不是 OK 我們現在就重點來了 這個餘震 像昨天跟今天 事實上今天只有一個餘震 對 今天只有一個餘震 那麼我們現在來看 餘震就是有一點像 花蓮我剛剛講很破碎 我們就想一個玻璃 它本來就有一些像蜘蛛網型 對 可是昨天七點兒就有點像那個子彈 再補它一槍 對 能量很大 所以它整個就破碎了 對 所以它有些餘震比較淺 有些比較深 對 因此我們在看 應該是很快就要落幕了 因為它能量釋放的差不多 所以我們可以鬆一口氣了 是 稍微鬆一口氣一點點了 好 那麼這個剛剛講說 因為昨天還不準 可是因為我們今天很明顯觀察到 今天的頻率跟次數 還有能量釋放都下降了 是 所以今天可以稍微鬆一口氣了 是 那老師下次我們約好 你這句話先講好不好 我們不要 講了快十分鐘 因為我清掉在這邊 很緊張 那我剛剛就回到剛剛主持人問 那會不會有規模八的 其實大家都在討論 一九二零年 對 在花蓮外海有一個這個 規模八的 其實我們在看這些構造來講 我們為什麼不講海溝型地震 然後呢 我們一直講引墨型地震 因為這個地震 其實在我們現在看起來 就如日本的分析結果 它是怎麼樣 它是一個逆斷層地震 它是一個逆斷層 也就是說我今天在花蓮 又向北引墨 對 又有向西擠壓 對 所以我們看起來 以這個地震的機制來看 它是屬於逆衝的斷裂 是 所以也就是說逆衝斷裂 它為什麼我剛剛講的 我們待會可能討論 能量就是往什麼 往花蓮的西北邊送 那西北邊送哪裡 就是我剛剛講的 太魯閣嘛 然後到最後這個桃園新竹嘛 就是這個方向 其實各位放心 規模八的地震會有 但是它會 我的看法 以我的看法跟資料統計 會在東京一百二十三度以東 離我們還有段距離 因為我們這邊海溝 並不是那麼明顯 而且我們很多能量呢 是在擠壓過程當中破碎 然後把能量釋放 老師我們沒什麼概念 東京一百二十三度以東 距離台灣大概多少呢 如果說一百一度 差不多一百公里 所以我們如果以這樣算 在離花蓮大概東邊 大概一百五十公里 就是還是有一段距離 不要直接在台灣內部 好那接著另外一位就是 我剛剛一直很好奇 他說台灣是個地震頻繁的地方 他說那我買房子要買到哪裡 結果我今天看到一個新聞 他說桃園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那時候到底是誰講 看半天就是老師你說的 桃園真的是全台灣 不要講最好不好 全台灣相對比較安全 就地震而言的地方嗎 的確這個話題是在 二零一六二零一八年的 這個地震之後 網路大家在討論 那當然桃園的地質構造 他是一個鵝卵石 是一個沖溪 是一個叫做 以前叫做桃園台地 他是古沖溪山 所以他的地質 就本來就比較穩固 比較穩固 再來又沒有斷層 然後自發性的地震 這五十年規模大於四的只有兩個 而且是在一分鐘之內發生的 所以桃園最安全 我想是毋庸置疑的 你自己在桃園上班 你就這樣講 不是 我們不是這樣講 我也希望全台灣都安全 可是地質條件就是這樣子 對 那麼剛剛有講到說 剛剛講這個地震 剛好他能量釋放 因為是所謂的逆衝 對 所以逆衝 他的這個力量就是從西北 東邊 東南往西北送 因此他的這個主要能量 就跨過中央上面 跑到桃園 新竹 還有我們看到的中和土層 中和土層是特殊關係 不是 就是我剛剛講 為什麼這邊有個紅色的點 為什麼我們捷運會移位 然後這個土層有防止這個傾斜 還有我們再往北邊點 或者到淡水那邊有這個 吊車掉下來 或者是 新工地的工具 那個游泳池的水溢出來 大概都在這個方向 所以我想這個除了 還好桃園比較安全 對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的災情 我想這個是福地福人居 這個是我們可以這樣講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駐桃園的 那個到土層 不是會經過三峽 誰不好 我報告一下本人災情 四月三號那天早上 我們那棟大樓是搖得蠻厲害的 是 我大概損失了十個很厲害的玻璃杯 是 然後呢我家的那個熱水器 水管爆裂 對 但是搶都沒有事 是 對 所以住在那裡其實 建築工法不錯 也像老師講的 相對地盤比較穩定 也算蠻穩定的 因為剛剛老師分析的非常非常多 就是說到底住哪裡啊 這個比較安全 有的時候是這個斷層的問題嗎 有是這個地盤的問題 可是瑞德哥 我一直聽到有個都市傳說 什麼幾樓幾樓 什麼幾樓 比如說他這邊寫的很奇怪 就旋之又旋 他比如說他原本說什麼 如果你靠近陽明山新店 地表震動週期是零點三到零點五秒 以這個來算 他的這個三到五層樓的高 他會有共振發聲 又比如說呢 你如果是在盆地 就是臺北盆地 一點二到一點六秒 那這共振週期呢 是十二到十六層的大樓 最容易共振 到底是真的假的啊 沒錯 跟大家講就是說 有關於剛剛 那麼鄭浩所講的那個幾秒 然後共振對不對 基本上完全不必相信他 為什麼 因為 因為我告訴各位 那個是日本人也有研究的 這講的東西 看電視看到現在 這講的東西 東西都是科學根據 但問題就在於說 就好像地震 我們採取瑞士規模地震 7.2 所以美國跟日本跟我們不一樣 對不對 那問題是 規模多大不重要 在你家的地方 震度是多大比較重要 對啊 終點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都是科學 都是科學 都是ok的 那剛剛那個老師講到這個 有關於桃園台地對不對 對 我告訴各位 2018年的時候 花蓮發生地震了以後 那個土壤異化的狀況 是 當然我跟你講 我非常認真地把台灣 尤其是六都為主的 那個土壤異化的區 全部當漏下來 唉唷 台北大台北地區 總共有五分之一的地方 是嚴重的土壤異化 大概都是紅色的 那有些地方 我跟你講 那個房價非常之高 高到嚇死你 然後呢 那麼到了哪裡呢 新北市到了這個三峽市 下面是岩城 對 所以到後來到桃園是台地 是 反而它的地震比較少 至於說這個 你要在哪一層有共振對不對 那麼我告訴各位 地震來的時候有三種坡 什麼坡呢 第一種坡 P坡 我們常常聽到的 P坡通常就是上下 所以地震 如果你有感覺到上下的話 距離你的位置 很近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S坡 橫的 所以會左右晃 像昨天早上的是 大台北地區大部分 有些會感受到一點點的P坡 上下 但是後來就左右晃 另外一種是表面坡 表面坡的話 是最後面的 對 那為什麼大家會講到 這個所謂的 到底在中層搖晃 你要住幾層樓才好 對 有人說你不要住什麼 第七層樓 有人說你不要住 第十五層樓 所以會有共振對不對 然後盆地內 對 其實 告訴各位 其實大台北地區 為什麼 為什麼你感覺好像搖得比較久 對 然後搖得比較大 怎麼在有的地方距離這個 花蓮比較近的地方 怎麼好像沒那麼大 對不對 因為大台北地區 是一個盆地 什麼叫做盆地 它的中間是軟的 旁邊都是山 對 所以當地震來的時候 它撞到的時候 在那個地震下面這樣 突然突然 突然突然撞到 剛剛講的 批破X4 在這樣突然 wall 那你的共振症效應 你呢就會產生這樣的效應 對 所以你搖得會比較久 但是從九二一大地震 現在距離25年了嘛 九二一大地震 後來蓋的房子 那麼它要求的防震系數 是高一倍 各位現在台灣的公家機關裡面 防震係數最高是什麼 就是中央在它應變中心 因為當921大地震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消防署記者聯誼會的會長 凌晨1.47分發生 我很早就衝去了 內政部消防署倒了四個字 那時候跟民間租 那時候總統跟副總統要來 我跟他說都不要少 現場都不要少 讓我們的總統跟我們的行政局長 看看我們的救災指揮中心 是什麼樣子 摔成亂七八糟 所以後來讓他們看 看完以後才催生了 現在在新店大平頂的救災中心 那那個救災中心 他最多他去參考的日本 有兩個東西 叫制震跟免震 制震是什麼東西 你說建築物沒有一支 歪歪有沒有 有一支這樣子 像微型的那種歪歪的 那叫制震 我們在台灣現在 有些建築物也採了 它可以讓你搖晃的時候 減少它的地震 另外一種叫免震 另外一種日本的免震 就是浪直接用移動 它下面裝 裝這個免震器 讓它移動就對了 那也可以在下面 或是在中間的流程都可以 我們101那麼高 為什麼中間那個好大的阻尼球 有沒有 就是用這樣的一個道理 外面發現我們台灣的工程品質 真好 尤其是中正橋 雖然有在晃 你各位現在看到的是 真正地震發生的時候 它有在晃對不對 中正橋 那麼後來是經過了改建 那麼也是因為這個畫面 所以讓國際說 不是25年來最大的地震嗎 那為什麼台灣的這個品質這麼好 那台灣的這個等於說 這只搖成這個樣而已 那麼這也是告訴大家說 因為經過921大地震的以後 台灣對很多公共的品質的要求 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我講得不好聽 有很多頭髮減掉的 對 所以很多微冠 台南微冠就是最好的例子 對 那麼偷工減掉的結果 那還有我要表揚一個人 在場一個人 昨天地震發生的時候 沒想到竟然是我們女名嘴王時期 做了一個標準的動作 是什麼 她把這個地震的急救包對不對 拎了就走 而且放在門口 我昨天聽到這就覺得誇張 你是拎急救包還名牌包 我告訴各位 我告訴各位 地震包 我告訴各位地震就急救包對不對 每次地震大家拿起來講 但是能夠真正它落實 放在什麼地方 你要放在你的大門口 是 因為你要衝 萬一要衝出去的時候 拎了就走 另外一個地方放在你的 那個等於說 那個長頭櫃的旁邊 為什麼 萬一倒塌下來 跑不出離 是 跑不出離 你會靠這些東西 有沒有 你要活三天 是 各位 最起碼的 我用很簡單的方式 告訴大家 這是什麼 這是席博包的 那麼地震的救災 它防水防風防寒 所以緊乾燈 打開以後 劈在身上 馬上就OK 那這些是其中一個而已 最簡單的 你要有一到兩公升的礦泉水 巧克力食物放半年 要一定每個半年 要整理一次 還有這裡面包括 包括美工刀 哨子 哨子 我跟你說 地震受災的時候 通常後來受困裡面 死的都是大人 救下來的是嬰兒或是孩童 為什麼 因為他們吵鬧到一個階段以後 它會睡去 所以大人一直叫救命啊 救命啊 最後因為脫水 脫水以後 沒有水分以後 後來就死掉 所以包括美工刀 包括瑞士刀 包括手電筒 有人說 我有手機 各位你知道 你的網際網路的基地台 一個小時 平均斷電 一個小時後 就沒電了 訊號就中斷了 你的手機沒有電的時候 怎麼辦 所以你的 包括你的手電筒 包括你的電池 包括你的電池 包括收音機 包括我這裡面連無線電都準備好了 還有包括你的急救包 包括甚至於還有十張一百塊的這個現金 跟零錢硬幣這些相關的東西 寧可你一輩子都用不到 但是不可以一日沒有 為什麼呢 我們再次表揚王時期 他竟然能夠撐到現在 還有這樣的東西 請各位像王時期那麼學習 為什麼 你一輩子寧可放在那個地方浪費掉 但是你用一次就救你一輩子了 是 非常謝謝瑞德哥分析 剛剛瑞德哥剛剛講的非常非常多 台灣的公共工程優秀的地方 尤其是中正橋對不對 那個猛搖片 現在外媒喔 是說台灣的公共工程品質真的好 可是環狀線怎麼了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強振後環狀線板心到中原段軌道位移 如今從正面往下看的畫面也曝光 鋼軌明顯錯位 扣件也脫落 民進黨政策會 執行長王毅川在THRESH上 貼出了環狀線斷軌腳 他至少應該有七處以上 都有這樣的情形 為了施工快速便宜 採取高價的設計 那這本來就是要承擔 我們也要求這個新建的 台北市捷運工程局 也要出來看當時的設計 談話雙北捷運局都得好好說明 畢竟環狀線才通車四年就出事 有學者認為 一般橋樑耐震度都能達到六級地震 捷運高價橋理應更高 但新北最大震度五級捷運軌道就出現位移 關鍵恐怕出在時空 目前尚在恢復當中 因此並沒有列車通行 請大家切勿 一而全而 軌道位移後 回由於二度市查環狀線 說板橋到新北產業園區站 早已恢復通行 還有另外兩個階段 逐步處理 從中和站到大平民站 能夠在4月8號 在上班時間能夠飛 中連一段到板信站 剛涼的錯位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請專家學者 不斷地檢測 沒有問題才會來開放 尚未全部投車前 市府提供接駁車輸運 不僅捷運軌道被鎮一個出大問題 連城陸民宅整排牆壁大片軍列 結構嚴重損壞 佔據旅館的民眾很心急 我們女友要怎麼辦 你也知道我們 那是你們決策 準確我們在外面 觀點 民眾聲聲催 強正過後新北災情不少 說讓環狀縣工程受阻 如何安撫 受載或民心 考驗侯友宜的危機處理 好我想問老師 老師我其實對於我們台灣 尤其是公共工程的品質 我是很有信心的 我們的公共工程 其實在做很多事情 在世界上都是很領先的 而且是首屈一指的 這次的地震雙北當然大 可是大概就是五級左右 我們照理來說 我們捷運應該要耐到六級至少 可是這時候竟然就遇到 這個環狀縣的鋼梁錯位 所以老師就你的感覺 或說就你瞭解 這個環狀縣到底是因為 那邊地質有特別特殊鬆軟嗎 還在施工上 可能有什麼樣的問題 我想就這個地質來看跟施工 我們分兩個層面 以環狀縣的這個叫做 我們剛剛有提到盆地 其實我們在地震裡面 有些叫做長子效應 就是某些很小的 就像我們就像土壤液化 它其實可能A洞倒 但是B洞沒事 這兩回事 是 所以這個可能也牽涉到 這個所謂的 我們叫做長子效應 是 第一個 第二個 施工有沒有問題 我想這個可能要專業判斷 對 可是如果以這樣的設計來看 我們就舉一個例子 像過去日本 95年的這個 板神大地震 他們叫兵庫南的地震 為什麼有一段高速公路 全部倒 對 OK 這個其實日本的工 他們的這個所謂的工法 更細膩 是非常好 對 可是當時是考慮什麼 考慮就是說 我那個地方 因為是水泥 水泥 為什麼 比較沒有噪音 所以它的柱子 去上面是用水泥 不用崗谷 對 好 那這個崗谷本來就是 因為它每個崗谷 它的震幅不一樣 對 好 就是如果說 我今天這個底下的這個柱子 它往右邊移 可是呢 因為所謂的X波來的時候 對 當它要往左邊移的時候 上面它要往右邊移 它就會產生錯位 哦 所以我想這個看起來是 呃 可能會有點這個所謂的施工品質 我就這麼認為 但是我想這個還是要專家 但是我想整個軌道 如果只有這邊出狀況 可能比較屬於所謂的長子效應 是 因為別的地方看起來沒有 對 所以可能就是剛好在搖的過程當中 剩 我們講頻率 對 剛好不一樣 對 所以被錯位 是 但是很很 我們講沒有斷掉 沒有斷掉 所以我想這個是差很多的 欸阿川 剛剛老師其實講過 這個環狀線 其實確實 有可能是地質的問題 有可能是工程問題 地質老師是專家 工程是專家 你晚點來幫大家分析 可是你說 現在有一個當務之急 就是說地震晚之後 很多 我們昨天有跟大家講 如何自我檢測自己的家裡 那昨天呢 這個來到我們現場 土布結構 祭司說 你在家裡 看到你的牆是個叉叉 或是個V 就要很小心 但如果是橫的或直的 可能稍微小心一點點 不用真的那麼擔心 可是你今天帶來更多的可能 狀況 你說這些東西 大家都要第一時間來 好 大家看這個電視的時候 馬上抬頭看你家的梁跟你旁邊的柱子 如果已經被裝潢遮住了 那你就到一樓的大廳去看 那你如果你家沒有被全部遮住 你們家的條件 或者是斜的 打叉叉 或者是斜的 都趕快 反正兩個斜的就變叉叉嘛 這個你就要趕快請祭司公會來幫你 你說我去哪裡找祭司公會 很簡單 你就打給市政府 市政府都有 祭司公會 他們會來幫你做檢查 費用呢 祭司公會會跟市政府請 不用你花錢 那只要出現叉叉 或者是斜斜的 這一種你就要小心了 這個就趕快請人家來做檢查 那你如果是只是這個牆壁掉下去 或者是有時候是比如說這道牆 這道牆 那這道牆有一些這個 像這種小裂的 沒有整個貫穿的 對 這個都還好 那最主要是斜的跟打叉叉的 這個就可以自己做檢查 再講一遍 如果你家已經過度裝潢 全部被木板 被大理石全部蓋起來 你都看不到了 怎麼辦就到一樓 看你家的大樓 你家大樓 因為通常很多大樓的一樓 沒有過度裝潢 一樓的大廳還好 或者是地下停車場 地下停車場一定不會裝潢 他水泥 然後這個RC的柱子 兩都很清楚 這個就看得出來了 那我再舉這一個 這個是花蓮的 花蓮的明里路的一棟大樓 這一棟也是接下來都沒辦法住了 因為他的條子整個都拼開了 這已經不是叉叉的問題了 這已經拼開了對不對 那這個要怎麼補呢 只能在旁邊加柱子 這支條子已經沒效了 第二個這個在吉安 各位看 這照片 他們家全部都打叉叉 每一層都有叉叉 這就很直觀的 就是這就是 因為我們這看圖看破 這就是真的狀況 這個是現在在吉安的中山路 每一層都叉叉 那這個你這個怎麼住 這個也很難住了 所以這個應該都被貼成紅單了 對 被貼成紅單了 那這個就是大家回家 或者是你去看一下外牆 如果出現這一個 你就要請社區的管委會 趕快找祭司公會來做處理 對 那第二個是 剛剛我們不是講那個軟腳蝦 軟腳蝦 就是這個樣子 如果他的軟 他的這個柱子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這裡有一個梁這樣子的話 地震來的時候 他會這樣搖 對 像水瓶這樣搖 對不對 可是搖搖搖到最後 他就倒下去 所以通常在這種這種框架裡頭 又加一道簡力牆 所以我們家裡頭 各位買新房子 或買舊房子的時候 你進去的時候 你會敲那個牆 有些牆是清閣間 空心的 清閣間敲下去的聲音 跟磚牆 跟RC牆的聲音是不一樣的 那有些人我剛剛講過 他就先把它拆掉 不行 這一種跟簡力有關 這個當然是專有名詞 最主要就叫結構牆 主要那一道牆 不要隨便把它拆掉 很多人不知道什麼叫簡力 簡力就像剪刀一樣 一左一鏽 這種叫簡力交叉的力量 柱子有一個力量往這邊推 有一個地方往這邊推 就叫做簡力 就把它剪掉 那因為我們地震的力量 是這樣水平的嘛 就是這樣過去簡力刀 回來簡力刀 那中間就會斷掉 對 那所以如果這一道 所以家裡頭 如果要做裝潢做隔間 你要問那個設計師 設計師絕對會知道 這一道是不是簡力強 然後我們買房子的那個土 如果牆不要亂敲 像李正浩買房子 你一定有一張那個設計圖嘛 那個你到底有沒有在看 我才敲 敲了一座牆 你現在跟我講牆不要亂敲 沒有 你如果敲掉裡面有鋼筋的 那個就千萬不能敲 如果是輕隔間的 那是沒有關係 好 回去看一下 回去看一下 這個是給大家做參考 尤其是像李正浩買房子 這個牆不要亂打 那設計師會提醒你 這個到底能不能打 好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這個 這是我們的環狀線 對不對 你今天在你的tray上面說 侯友宜請問 這是新北市的環狀線軌道嗎 如果不是趕快澄清 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個這個當然是這個環狀線 這幾天在做檢查 那檢查的工程人員 拍出來的照片 這種照片有斷掉的 有偏調的 大概有七個地方 總共蔓延了三個站 就從這個板新站 中原站到這個橋河站 是 從中河到板橋 從那個什麼中山路 從中正路 板南路 板南路 中正路 板新路 這三個路 通常有 各位看這個 這個整個鐵軌跪回去 錯開了 然後這個這兩塊 這個本來跟這一塊 是連在一起的 對 這個水泥塊本來是連在一起的 這個已經全部都錯開 然後這個是錯開得非常嚴重 所以這一個就斷掉 這一段在現在是沒有在行駛的 新北市政府這一段是沒有在行駛 第二個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就整個的這個水泥塊 全部都破裂了 這個也不能行駛 至於這個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個市的地震叫五弱 我們現在的分級 這個叫五弱 可是我們的地震這種捷運系統的設計 要六啊 至少六以上到七嘛 對 那為什麼這次五弱就斷掉 這個要問誰 侯友宜你不會知道 新北捷運局也不會知道 這個是臺北捷運局才會知道 所以現在臺北捷運局也在找他們的設計 他們說有啊 我們有照這個設計啊 那施工呢 施工有沒有照這個施工 營造場 或者是在這一段特別發生了什麼樣的事 總是要解釋 是 那我們來看這一張 這一張圖就所謂的錯位 各位看哦 這裡是連續的 這裡是連續的 這裡就凸出來 對不對 第一時間新北的捷運局 曾奧你還記得嗎 他說他什麼 偏心設計 偏心設計對不對 結果後來被人家發現不是啊 不是偏心設計 各位看哦 我舉這兩個點 這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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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鋼箱糧是在柱子上面 對 這個點 這個點 他已經有一個已經偏離了 對 這個更明顯了 對 本來這支 這支糧 這個是標準的啦 剛好點在點在這邊嘛 你這邊一個在這邊 那邊很明顯嘛 這個應該是原來是怎樣 往這裡靠過來 應該是疊在 整個軌道都歪掉了 疊在這個墊子的上面嘛 這樣靠的嘛 他現在已經跑掉了吧 結果我們裝合張志倫 張志倫你認識吧 我認識 張志倫說 張志倫被我告 這有什麼問題嗎 這很簡單啊 用千金鼎啊 撒回去 撒回去 推回去就好了 張志倫 哪裡有在賣這種千金鼎 請教一下 張志倫真的跟他跟我們講說千金鼎頂一下就好 就頂回去就可以了 你以為在玩樂高啊 我想說你怎麼反應怎麼辦 這都斷掉了 怎麼頂啊 我不敢相信 既然會有人講出這種話 不過現在就是這一段環狀線的狀況就是從這個板橋站 往這個新北產業園區 這一段現在看起來沒有問題 然後從這個中和到這個安坑 應該到那一段 這段是沒有問題 比較南邊跟比較北邊是沒有問題 但是從這個橋河中原到板新站 這三個站大概五公里 裡頭的這個這些斷裂的 這個情況是存在的 現在是沒有通車的 那希望新北趕快把這事情釐清 不過這個事情要把它弄好 要用這種千斤鼎推回去 可能要好幾個月 我跟各位講這種鋼糧可能整組都要換掉了 對 而且不是只有這一根 前後的鋼糧都一起換掉 因為這鋼糧的上面 全部是混凝土的結構 還有隔音牆 還有這個軌道 還有相關的這些基電的設備 通通在裡頭 這可能整組都要換掉 才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非常謝謝這個這個阿川 我昨天在那邊講天災不罵人 這我的原則 就是說不要這麼快就罵了 可是張志ime 我不罵人 不代表你可以亂講 好不好 那個會計師又不是建築師 就是千斤頂降一降 你也要降回去 遊lov 再拜託 又不是你家樂高 對不對 還有什麼什麼東西彎的 然後拿那個直接壓壓壓壓壓 Ya 把它喬回去 不要亂講 這公共安全的問題嘛 好不好 再來我們請仁俊哥 來到我們這個電視槍 狀況是這樣 因為大家都很擔心 就是說這個花蓮 因為花蓮現在還是有人失蹤 花蓮還是有人失蹤 我們當然會希望幫大家來祈福 希望所有失蹤的最後都平安 你說國軍現在也加入了 國軍現在是卯足境的加入 而且救災三暴 全部往花蓮衝 其實我們現在國軍在戰時的時候 當然是要這個守衛國土 但是在平時的時候 事實上也跟這個各地的災防演練 其實早就融合在一起 救災四同作戰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萬安演習 有很多東西 其實都是這個所謂的 地區的指揮部 聯合縣市政府 來作為一個統合的一個機構 那在這一次這個花蓮 鎮災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國軍的這個工兵部隊 還有一些單位事實上也都出動了 那為什麼要出動 因為很簡單 阿兵哥都來了 你看 這些都是阿兵哥 那你看 其實這些都是工兵單位 那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剛剛鄭浩講說 這個所謂的救災三寶 其實第一個就叫做 所謂照明燈 要確保照明才能夜間工作 因為其實你看像這次花蓮 這個地震完了 這個一結束完了之後 經濟部長王美花不是也有證實說 在花蓮有一些地方 因為那個潰線跳脫之後導致停電 那你在救災的這個 尤其災難的這個過程當中 這一棟倒塌的大樓 看起來它裡面不會有電的 因為你救難人員要去救難什麼 那個電一定都給你清清 你知道嗎 那你漆黑當中怎麼辦 就是你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實上這是工兵單位 自己本身在使用的照明燈 有多大 這麼晚 晚上這樣照下去 跟白天沒兩樣 其實它大概能照的範圍 大概會到一百公尺左右 超級遠 而且你看它其實是用輪車 就用這個吉普車 後面外掛帶過去 那以這個燈具來講 它其實是用柴油在發電 這不是我駕過去 它是在車子上的 不是 我坐在的時候 我開到哪裡就可以弄到哪裡的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活動的 類似像後面的小那個拖車帶著走 然後因為它用柴油發電的關係 而且你看它舉得非常非常高 那你一高的時候 它的範圍就變得很遠 是 那很遠 其實你你看看 如果大樓裡面或什麼的 有人看就被 它如果從風氣裡面看到光 看到外面的光有透進去 如果今天在救難 被困的人 所以這個這個其實對一般來講 因為我們講說 一個個人拿的手電筒 或者是在救難的時候 你總不可能每個人這個都都背著手電筒 除非到漆黑裡面去 對 那當然不同的環境裡面 會有不同的做法 這是第一個這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照明燈 第二個其實在這一次的現場裡面 也看到了這一個車子 那這個車子其實叫做 衛星 衛星通訊車 這個是第二代 這我看到就覺得厲害 這個是第二代 你看得到的 其實是這一個球體 衛星頭 對 這個球體 基本上這個這個車幹嘛 你知道他在抓衛星的位置 因為其實我們那個衛星 在天空中的不是有這個 他自己的這個軌道 但是他其實會一直在移動 因為地球也在轉動 對對對 那你今天如果我沒有對到衛星 你記得在早期 我們在講說要通訊的時候 拿衛星電話 不是要還是一樣要拜天公對不對 因為你要找衛星的位置 拿那個中半天中半天 是但是對於國軍的通訊來講 事實上他沒有辦法有這種所謂的空窗 是 所以後來那時候就開始決定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要研發一個衛星通訊車 但我要講一下 這個衛星通訊車 其實非常非常的難得 為什麼你知道 就是我剛剛講的後面的這顆球體 因為他會主動去抓在天空中我們通訊衛星的位置 可是這個技術 在其他世界各國來講 是有輸出疑慮的 也就是你要拿到輸出 對你要拿到輸出的這件事情 基本上是很難的 當時我們的這個官方 中科院就決定就是說 好 如果今天我要從國外拿到這個所謂的輸出去 可能有很大難度 我們有沒有可能自己做 從吳道友完成第一代的衛星通訊車花了六年的時間 所以這是搭載自主研發的自動追星 衛星天線 就是這一個天線 所以大家看到這一臺 不要只覺得說 我看起來好像很酷 看起來很奇怪 你知道其實沒有 因為他其實結合了非常多 這個廠商的一些的這個所謂的研發的成果 是 因為這完全是國人自治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們以前看到通訊車的時候 是不是要開到一個定點完了之後 然後把那個支架吐起來 然後開始轉衛星 對不對 這一臺做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我在行進間 我一樣可以動態調整我的天線 所以在打仗的時候 可以確保戰場通訊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他的 我們的模擬畫面 打仗的時候 可以確保戰場通訊 救災的時候通訊也很重要 我要確保救災通訊是通暢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這次 俄乌戰爭裡面 不是說星鏈的這個東西 保持那個讓他的烏克蘭的通訊 維持暢通 基本上我們國軍其實在之前的時候 也透過跟中科院的合作 你就可以看到 他講說是維持通訊的動作 中通 我在運動當中 我一樣能夠維持通訊的順暢 那我們剛剛講前後有個球體 後面 前面有一個是怎麼樣 給你猜這兩個是幹嘛的 這兩個 這兩個 音響 不是 冷氣主機 因為外星通訊 你不是這一個 你不是學這一個 你怎麼會想到是音響 我跟你講他其實冷氣 因為在裡面其實會發出 非常高的一個高溫 所以這個車子 你看再加上用輪行的方式 那其實就是要讓他幹嘛 你知道我在作戰的過程當中 我一樣可以拿來作為通訊指揮車 所使用 第三個我們講說 這個所謂的救災三寶 是畫面上的這一個 洗個澡 怎麼了嗎 沒有 我告訴你 這個我個人就非常非常有參與感 因為這是在民國大概是八十幾年的時候 由那個時候的聯勤總部所研發出來 是 你不要小看這樣一個沐浴站 當時在設置的時候 不是為了要給人家洗澡用的 因為當時在佩附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剛剛講到說探照燈 這個照明燈 什麼單位拿過去的 工兵單位 這一個 醫療站 不是 我告訴你 他不是醫療站 哪去 化學兵拿過去 我們最早在研發 這一個所謂的沐浴站的時候 其實你看 他這個是有化冰臉帶過去的 為什麼是化冰 你如果被化學污染 滴 誰要大量清水沖掉 鄭浩果然是個聰明人 原先在研發這套設備的時候 是為了要做核生化防護的時候 如果我今天在戰場上面受到 這個所謂的化學物質的清血 那我一定要全身晉升 那我怎麼樣 我總不可能再去摸 所以那時候其實在聯勤的時候 就研發了這一個 是為了一開始的時候 是要給核生化防護作為使用 我官兵進到這裡面 其實的時候 他自動的這個這個沐浴下來 然後把你這個有毒物質給沖走 後來其實就有一個過渡期 叫做我們希望能夠開發 軍民通用性的產品 所以就想到說 那如果今天是這樣 我可以幫化學兵 去除他身上這個有毒物質 那我可不可以變成民用版的 就成為在這一次 在救災的過程當中 所做的這個所謂的沐浴戰 當然啦 你今天很多很多人 你在那個地方 不可能兩三 就你進去救災一次出來 說全身灰頭塗臉 那總是有需要一些的 這樣一個幫忙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三樣的東西 就是很經常出現 這樣我們很需要出現的地方 還有一個是在這一次裡面 你記得花蓮有一個飯店 講說他的員工 都是五十個人 多少人 然後通通都不見了 就失聯對不對 結果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傳來的好消息 說找到了他們在一個民隧道的 這個地方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是講 最近現代戰爭要有無人機 就災無人機也派上用場了 事實上無人機 現在對我們很多的這個 這個場合來講 非常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你在這個地方 尤其以民隧道來講 他如果前後的路都斷了 你總不可能從山頂上 矛鉤繩 矛鉤繩上 矛鉤繩下 用爬的嘛 所以這時候其實就用無人機來帶 而且這次無人機真的立了大功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不是講說 他們有兩三個人是徒步的走到飯店裡面 去報平安嗎 但是後來把定位的位置找出來之後 用無人機來拍攝 當他們 我講實話 我們看到他們的時候 確定他們安全 可是對於受困的人來講 當他看到無人機的時候 他一定也會知道 就是說這個影像會及時回傳回來 讓他們知道說 他們接下來就有被救出來的可能性 所以他們當時共同比了一個動作 就是有一個人受傷 對 然後他們都在比那個腳 好像有一個人的腳被壓到了 對 因為無人機不會講話 對 他只能跟那個無人機一直比 然後每個人比的動作都一樣 都比腳那邊 就是那裡有一個人的腳受傷 那就會讓我們的救援隊進場之前 他就已經搞清楚 準備好藥 裡面是什麼狀況 對對對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請仁俊哥回到這個這個座位上 因為狀況是這樣 每一次的災害都代表一個國家的韌性 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不管是民間救難隊 不管是軍方的救難隊 全部都進場 全部都進場 可是問題是 現在要問什麼 臺灣的台積電真的厲害 關鍵你先等一下 臺灣的台積電真的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地震的第一時間 全世界的外媒 彭博社 CNBC 華爾街日報 CNN 全世界都擔心一件事 台積電會不會完蛋 這個完蛋不是說真的就職垮 就是說他會不會停貨停很久 甚至第一時間 美光跟韓國的三星 暫停D-RAN報價 我不報了 因為D-RAN是一天一個價 我不報了 因為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可是台積電真的厲害 深夜急發聲明 他花了十個小時 告訴大家 我們產能恢復七成 發完聲明之後 在美國的AD 由黑翻紅 繼續往上漲 這真的是厲害 台積電為了要讓他們面臨到災害 尤其是地震災害 下了非常多的功夫 我們進一段廣告 回來幫大家揭秘 歡迎回來新台派上線 新台派都不准下線 寬哥 我昨天看到這新聞我真的嚇死 因為這是所有第一時間外媒 彭博CNBCCNN等都在待機什麼台積電會不會出事 對不對 對 結果台積電真的厲害 十個小時地震發生後十小時晶圓廠設備的復原率超過百分之七十 目前全世界的電子市場是七千億的一個市場 這七千億市場當中所有的都需要晶片 而台積電現在的晶片有多重要 高階晶片超過九成台積電 現在全世界的晶片 台積電代工百分之六十一 然後目前高階晶片百分之九十 剛證號說了 AI晶片獨佔百分之百 所以在地震的第一個時間 所有的外媒都非常的擔心 所以Bloomberg直接說 台積電地震之後 工廠會連夜的來恢復生產 但上次大家有嚇一跳 發生什麼事呢 921大地震的時候 當台穿胖的一下超通譜 整個往上攏的時候 我們突然間發現電力沒了 電力沒的那一波 美國二話不說先跌八天 先跌八天 先跌八天 你知道先跌八天 那時候全世界的電子廠的供應商 Supprider 第一件事情是幹嘛 你知道嗎 訂機票 要來台灣看 我不來看 我沒有辦法安心 難怪華爾街日報 第一時間的標準就是 台灣大地震 考驗世界晶片製造中心的 準備情況 但問題是在於台積電就是這麼的一個強大 而且為了這件事情 我們整整準備了三十年 我來跟各位說 準備了三十年 我們先說這個事情 真的是準備了三十年 所以我們先來看 大地震清楚的提醒 晶片供應商 提供在整個台灣的一個風險 還想看唱衰我們 但台積電在第一個時間 我們就說台積電就是這麼的一個神奇 為什麼整個台積電突然間在晚上急發聲明 為什麼那個時間是美國開盤時間的 大概在一點鐘左右 我們台灣已經休息了 進度清明年假了 我昨天看到這新聞想說台積電那麼晚 發聲明 一隔天美國ADR還在交易 他是要看美股 沒有錯 他是美國ADR還在交易 所以他在晚上我們時間一點鐘的時候 他就說了 深夜急發聲明 我目前的設備恢復超過七成 在美國ADR直接由黑翻紅 大家突然間發現一件事情 台積電是有他的一個任性 還收漲1.2基 沒有錯 晶圓的設備目前已經恢復70%了 而且他跟你說什麼 他說我們所有的重要的機台 一點傷都沒有 所以剛剛正好跟各位說 ADR撲的一下又往上走 但就在這個關鍵的一個時間點 人家回答也出來說 NVIDIA挺台積電 因為回答現在可不得了 回答在2024年到2025年 會成為台積電第二大的一個客戶 下單的金額會非常的可怕 然後回答他就發聲明 他就說臺灣25年來最強的一個地震 不會造成供應鏈中斷 直接胸部一拍就說 我相信台積電 我NVIDIA都不怕了 你們其他小渣渣在怕什麼 但吉他很怕 我說7.2的地震 記憶體踏漲 美光暫停低潤的一個報價 寒暢也都跟進 那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現在先行的就是CPU GPU中間就夾的HBM的一個 所謂的DRAM 現在是集合在一起供貨的 所以我們來看下一張 我們剛剛開頭跟各位說 台積電準備了三十 我們為了這件事情 整整準備了三十年 我們來看民國八十八年 九二一大地震以來 各位那時候九二一大地震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都還歷歷在目 臺灣側東普胖的一下 所有的中部供應鏈全部都斷了 斷了之後我們臺灣很神奇 我們臺灣就是南電北送 北電南送 我們所有的發電廠都在南北兩關 中間都沒有 竹科在哪 竹科在新竹 竹科在台中 所以那個時候沒有電 沒有電那時候台積電 曾經把整個中油所有的備用 發電機殼用的油全買光 是 買光那時候買的 你說九二一那時候台積電要發電 我就自己發電 對 我自己就用柴油發電 而且那時候還發生什麼事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銀行沒辦法開 沒有電嘛 他說怎麼那時候會準備不夠錢 那個時候還去找到經濟部的次長 因為中油誰管的 經濟部管的 油商說現金來我才給你油 沒有錯 他們直接找經濟部說 不用怕我們台積電有的是錢 有了這件事情之後 你知道台積電後來啊 冰牆馬撞到什麼地步 去年臺灣政府 臺灣的政府現金九千億 台積電說我的現金是一兆零五百億 台積電的現金比政府還多 各位這是第一件事情 然後再來很多人都不知道 自從九二一大地震之後 臺灣的整個工廠 開始往前進步了 臺灣的很多的工廠 你不要看到說一間工廠而已 我先跟各位說 臺灣的工廠就跟法拉利 藍寶堅尼的設計一模一樣 他是有硬力的 你是說民國八十八年九二一地震 民國八十九年後 台積電二話不說 說你不要跟我講法規 對 我直接說耐震係數要超出法規的百分之五十 來給我處理 簡單來跟各位說 他的整個工廠的一個設計 他們所有現在臺灣科技廠 面板廠記憶體廠的設計都一樣 他是在一個套筒裡面 我先做了一個所謂的防護裝出來之後 我把旁邊的阻泥應力牆全部做起來 上面再做一塊新的一個所謂的工廠 所以三四級的地震以下 隨便你搖 沒有 就隨便你搖 我剛剛跟各位說 那個原理你要知道 那個原理就跟超級跑車一樣 他有硬力 我有一個力道推過來的時候 我另外這邊就會幫你頂回去 所以我一直保持在水平跟垂直的狀態之下 隨便搖我都沒影響 對 他都隨便搖沒關係 但是超過四級的時候 他會產生自動斷電系統 就跟我們的捷運跟高鐵一樣 可是自動斷電完之後 先跟各位說 因為以晶圓代工來說 他有兩千多道的一個工序 一停工 這一道工序 從最開始的第一道到最後那道 正好不能用 這邊就全部不能用 他會破片 不是破片的問題 後面有些可以恢復 但是我要保證對客戶 我今天我對你的客戶 我的承諾 我中間這段我就不用了 所以他們的任何一個電腦 任何一個序號 各位這個叫管理 這個叫管理 所以超越法規的要求的地震的防護機制 就是這麼的一個牆 目前來說的話 台積電很多的一個應變措施 是比別人要厲害的 台積電這二十幾年來做的努力 真的難以想像 從民國八十八年九二一地震之後 民國八十九年 就是說我要超出法規的一點五倍 民國九十七年的時候 所有廠房要吸引的阻尼器 降低地震反應十到二十趴 一百零一年之後 把所有機台全部固定住 一百零二年的時候 建所謂的隔震平臺 一百零四年之後 就是剛剛寬哥講的 部署什麼地震預警停機系統 遠遠的地震 我確定我扛不住 我就先停 我只要停 我就不會有多餘的浪費 一百零五年天花板 不要掉東西來 連一百零五年之後 都持續精進 包含請工程專家 來去做研討會 包含把主結構 甚至附屬結構的耐震系統 再度超越線型法規的一百五十倍 甚至整個廠都重新發包 全部弄 甚至每個機台有止滑片 天花板系統有斜稱 甚至各式貨架要固定在樓板上 等於是從最大廠房 到最細膩的一根貨架 台積列都把你固住了 才可以創造十個小時 恢復百分之七十的產量 可是問題是 我想問石器姐 剛剛我們一路上都在講說什麼 一個災害就是看到一個國家任性 一個國家有任性 就叫團結一致 對不對 這最簡單的 軍民團結一致 我們面對災害就有任性 對不對 台灣面臨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各國 世界各國都來跟我們 說這個辛苦了 怎樣怎樣 可是有趣的事情 真正分裂的 老共分裂我們 我就不多談了 這是一定的 才說什麼什麼 關心台灣馬上共機就來 可是真的分裂我們是什麼 我們自己內部還在分裂嘛 對不對 對 有趣的事情是 傅崑奇 第一時間在他臉上 頗文說誰 謝謝蔣萬安跟台中的盧市長 拍謝中央什麼的 沒有要寫 拍謝那些高雄啦 其他民進黨執政縣市的 收救隊下去沒有要寫 傅崑奇 這樣就算了 國民黨更誇張 國民黨說收救隊出發 齊心協力 全力協助花蓮救災 寫的縣市 台北 有看到欸 有必要在這時候搞分化嗎 就是說其實臺灣發生震災 其實全臺灣都感同身受 因為地震總是來的 恕不及防 所以只要哪邊出事 全臺灣就是大家 拚了命的第一時間 趕快去搶救 所以在花蓮發生這種 發生這個這麼嚴重的災害之後 我記得第一個組團去的是高雄 因為他從南部落是最快 因為北邊梳花的路是斷的嘛 所以後來就只能通南迴 然後所以呢 臺南高雄跟屏東立刻出發去救人 對於這些搶救的這些消防隊員來說來說 這些救難隊員來說 他們也是拚了老命 巴不得第一時間衝過去 還有在分藍綠嗎 對 重點就是沒有人分藍綠 但國民黨就在跟你分藍綠 譬如說傅崑崎 傅崑崎是花蓮的在地 他老縣長 然後現在又是他的夫人在當縣長 所以他一定也心急 然後他要衝回去 他衝不回去 他就想要做空軍一號 那可是空軍一號沒有要 就是第一時間沒有要開 還是要做內政 空軍要是總統的嘛 對 他本來想要搭總統的變機 可是這種時候其實最激動的 仍然是內政部的救難直升機 所以林又昌內政部長 他就坐那個直升機去 我趕快就問了說 你要不要一起 要不然你這個鐵路也不通 然後你這個公路也不通 當然是坐飛機去啊 好 所以這個內政部就帶著傅崑崎 趕快衝到花蓮去 那這件事情本來就沒有在分說 你國民黨的 我內政部的我才不要給你做 沒有人這樣嘛 那在這種狀況底下 你傅崑崎其實也不是要求你說 你一定要來跟我說謝謝 你不說 你就是會這樣 也沒有要你這樣子說 只是說你都已經道謝了 可是你卻刻意排除了一些人 而且排除了這些人 看起來就是因為政治而被排除 傅崑崎的文字很有趣 他有謝謝蔣萬對不對 對 還謝謝盧秀燕 台北市長蔣萬跟台中山盧秀燕關心 對不對 謝謝 對不對 傅崑崎向兩位市長表達謝意以外 他照理說也同時謝謝林又昌部長 應該這樣子嗎 但是並沒有 他表示說 但是我已經請林又昌部長 幫我弄個直升機過去 就是我對林又昌是上對象 我請內政部來幫忙 對不對 然後謝謝蔣萬跟盧秀燕 我指揮叫內政部 趕快讓我坐飛機過去 不是啊 你謝謝盧秀燕 盧秀燕不是去新加坡了嗎 你是在謝什麼 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盧秀燕飛機都還沒到新加坡 還沒到新加坡 他根本沒辦法下指示 不是啊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你傅崑崎 你要謝謝人 你就一併都謝 因為大家都出力 大家都幫忙 你幫這一塊 我幫那一塊 然後救難隊幫幫補上哪一塊 大家都在幫嘛 然後你要謝的時候 你為什麼要刻意排除一些人呢 那國民黨 傅崑其實先PO 他已經排除掉民進黨的 國民黨跟上 繼續排除民進黨的 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把自己國民黨所有執政縣市列了一遍 可是明明第一個出發的是我們高雄 第一個捐出一個月所得 是我們高雄市長陳其邁 我覺得陳其邁市長昨天說要捐一日所得 一月所得 是要偷臭國民黨吧 不是啊 要不然你就不要謝啦 人家新北市長侯友宜有說 台灣不缺善心人士 但是媒體問他要不要捐 不缺善心人士 他們有說自己要不要當善心人士 不是嘛 要不然你就不要謝嘛 你謝了之後 然後用政治顏色來分說 哪一些我想謝 哪一些我偏不要謝 這件事情不是就讓自己失分了嗎 就你原本要謝的這個動作 完全無法讓大家覺得 好啦 我們給維園回應一下啦 好不好 畢竟還是有領通告費啦 其實我是可以不回應的 好 沒關係 既然要領通告費 這不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嗎 我們來看看傅崑 把我們李宥昌放在C位 然後是他 等一下 你說他的戲 搭人家的在不言中 那整部下方署 空中的直升機去 就在直升機去的 好啦 有點 很大便機啊 有點圖文不符 我差點要給過 因為他確實把他擺C位 對 給過嘛對不對 所以他就圖文不符 他標題寫蔣萬跟盧修 那我看奇怪 怎麼都是林佑昌的照片 是有點奇怪 好啦 我們給維園 給維園 這個回應一下啦 好不好 畢竟還是有領通告費啦 其實我是可以不回應的 好 沒關係 既然要領通告費 這不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嗎 我們來看看傅崑崎 把我們李宥昌放在C位 然後是他 等一下 你說他的戲 搭人家的在不言中 那整部下方署 空中的直升機去 就在直升機去的 好啦 有點圖文不符 我差點要給過 因為他把你的 確實把他擺C位 給過嘛對不對 所以他就圖文不符 他標題寫蔣萬跟盧修 那我看奇怪 怎麼都是林佑昌的照片 是有點奇怪 但我老想 傅崑崎他好像按到順序要幹嘛 但是特別先提蔣萬盧修 那我就問嘛 那請問侯友宜跟張聖誠 跑去哪裡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不要再調剝離間了 傅崑崎對國民黨也是這樣子 你說傅崑崎也大小一點 沒有沒有 傅崑崎 未來的民視之星是講 他跟盧修 我跟各位講 我先謝這兩顆 我跟各位講 不知道是還有看節目 還怎麼樣 後來馬上就把這個 林佑昌到現場直播 以及賴清德現在還是副總統 到現場也是直播 其實他應該是按照順序 我們不要太苛責傅崑崎 那回到國民黨這問題 單看這個圖 我也覺得不太妥 就是說你謝為什麼明明 台南市高雄市都有區 為什麼不謝 當然國民黨 他是從國民黨自己的粉絲專頁 包含後來朱立倫主席 他其實有PO一篇 他其實文藝很明確 就是說國民黨執政這幾個縣市 然後當然他是國民黨黨主席 他可以請求或拜託這些縣市首長 趕緊的派收就對下去 他比較有這個可以溝通的方式 所以他在他自己的文裡面 就是只提了國民黨的執政縣市 但的確 一開始我看到這個圖的時候 我也會覺得說好奇怪 那其他縣市也有搜救 這次我不是都要講同島疑令嗎 對我講一下 他說啟動對不對 對 這些沒有去啊 他們沒有去你知道嗎 像宜蘭的怎麼去 宜蘭就繞台灣一圈去嗎 沒有 就是他們沒有去 你可以說我們都準備好 但不用特別去列這些縣市 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嘛 對啦 昨天連那個東華大學 那個化學實驗室 化學實驗室 最後是誰去救的 高雄市的化學消防車 對 化學消防車 然後半夜開到那個東華大學 對 那個才是真的有去 這裡頭一堆沒有去的 你把它列出來做什麼 根本就沒有意義 這個完全就是 全是考量啦 藍綠